大家好,找了兩隻 剛巧找到兩隻 精工的Pisage Sand Garden 日本的蝉庭園 兩個不同的錶面,一黑一白 除了黑面白面之外 當然字釘和針都是配合的 稍後可以再說 如果你說的賣點是條紋 黑面白面的感覺上是有點不同 如果純粹在世界光 即純粹沒有任何特定的光源之下 白面會突出跌 那些條紋 但黑面雖然是這樣 如果你有特定的光源 即是集中的光源 反而黑面是過癮一點 因為它在某些位置 是一種很亮的 很像力架那種亮的黑色 去做反光 反而這種效果 白面是沒有的 所以黑面白面 就不是純粹 顏色的問題 它表面上的finishing 都有對光線的折射是有影響的 說一下字釘 如果說字釘的對比度 一定是白色的 因為它白底的配合 金屬的 即是倒了黑色的金屬羅馬 所以對比度一定大 而黑色的版本 它都是用金屬自釘 但是它是有一種磨砂的金屬處理 我相信我本身也是金屬的 但是它那種處理 我這樣看下去 是有一點點銀色 但是暗的銀色 各有各 反而黑色的自釘的金屬感強一點 會這樣 因為它倒了黑色 反而這種金屬感就沒有那麼強 再說一下幾支釘 黑面這支 它是塗了白油 所以在那個字 那個時分釘那裡 對比都很大 黑底白字 好像 黑底白字 但是這個呢 它做了一個藍色的coating 三支釘都有做的 都是一個藍色的coating 這種藍色也挺深色的 所以如果你某些角度看 你都可以將它全色做灰針 黑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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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精工這隻黑面 它那支秒針 沒有做過白色的 純粹是一種鋼的顏色 鋼的顏色 拋光了 兩隻都是一樣的 都是4R 4R單的技術 還是4,020萬 黑面白面的 Sand Garden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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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